好了 现在来看的是 今天早上的美元走软 原油下跌 黄金回落 美国股市早盘开高 但是标普盘中创下新高记录之后 又回落了 因为全球新冠确诊 突破一亿例的大关 美国股市三大指数 在尾盘最后几分钟 小幅下跌 而台积电ADR零跌之下 被半指数下挫超过1.5个百分点 我们现在来看的是 国际货币基金IMF 发布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 预计在新冠疫苗加速推动之下 全球经济扩张的速度加快 2021年就是今年的 全球GDP成长率 将达到5.5% 比去年10月预测的时候 还要提高0.3个百分点 而美国总统拜登 因为提出的1.9兆美元的 这个新的纾困计划 可望刺激今年的GDP成长率 让美国的GDP成长率 达到6.35个百分点 并且带动未来三年GDP 可以提高5% IMF原先预估说 美国经济在经历去年 3.4个百分点的衰退之后 将在今年成长5.1% 不过IMF的预测有了改变 因为拜登新纾困的计划 可能有望刺激今年美国经济成长 可能会再提高1.25个百分点 就是最新的经济的展望消息 日本的经济产业大臣 伟山洪志呢 他在内阁会议之后 召开记者会上表示 他说因为现在 汽车使用为主的半导体缺货 因此呢 现在日本要以日本政府的立场 已经透过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向台湾请托 推动半导体厂商的增产 伟山呢同时表示说 半导体供给不足的状况呢 还会再持续下去 而且全世界半导体供给不足 美国和德国都有 向台湾来请求协助 希望全球最大金源代工厂 台积电来增产 那现在日本经济新闻也报道 全球半导体供给不足 台积电这些台积电 就是台湾的半导体大厂 现在考虑要调涨晶片价格 而且涨幅最高达到15% 以车用晶片为主的话 最快2月下旬开始调涨 那车用晶片价格 现在的主导权 现在是掌握在台湾厂商的手中 而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也指出说 考虑调涨的这个台湾半导体企业 包括全球最大金源代工厂台积电 生产车用晶片的他的子公司 生产车用晶片的世界先进机体电路 以及还有世界第四大的 金源代工厂连电 那台湾半导体代工厂 已经像荷兰恩智浦半导体 还有日本的瑞萨电子 这些车用晶片的制造商客户 来探寻说涨价的意愿 因为现在瑞萨这些厂商 本来就已经向各个汽车制造商 表达说车用晶片要涨价的要求 说如果生产代工的台湾要涨价的话 那车用晶片的价格势必会进一步来做调涨 极有可能会影响整个汽车制造商的收益 同时这篇报导还同时点出来 涨价的时间点预计最快从2月下旬开始 一直到3月间会进行所谓阶段性的调涨 那这个涨幅刚刚有提到 预期最高会达到大约15% 主要就是因为现在全世界的半导体缺货 以及过去新台币对美元的汇率 在过去一年之间呢 急升了大约6%左右 那半导体台湾的厂商呢 在去年秋天其实也曾经涨价 大约是10%到15% 当时是因为汽车厂商增产 来紧急追加车用晶片的订单 如果今年2月再度涨价的话 那将会是出现罕见的连续大涨 那汽车制造商和还有做这个车用晶片 在内的这个汽车零件厂商呢 通常都是每年溢价一次 为了降低成本的时候呢 这个车厂会要求零件厂来降价 大约2到3个百分点 那这是汽车制造商的主要的收益来源 可是这一次却是车用晶片的零件制造商 反过来要求涨价 逆转原本的价格的主导权 就是现在卧在了台湾的手上 那车用晶片价格呢 就是整个是由台湾的厂商来主导 现在就是因为车用晶片严重短缺 刚刚提到了日本 那原本就是还有德国和美国 考虑要涨价一成 而连电甚至说也传出说 已经通知12寸的客户 因为产能太满了 必须要延长交期将近一个月 半导体业界恐怕会有一口气 全部涨价的这个动作 到时候不但说汽车会受到影响 那包含电脑这些家电消费性电子的产品 也都可能会有涨价的一个动作 对于半导体涨价 连电财务长刘启东呢 他有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 他说现在他没有办法回答价格的问题 可是呢从需求情况来看的话 其实半导体制造商相对于汽车制造商 是处在比较有利的位置 现在就是工厂的产能 已经全部都投进去了 短时间之内呢 要增产是有点困难的 无法预估说什么时候可以解决 半导体缺货的问题 因为即使整备产线也需要半年的时间 那台积电对于这个价格要调涨的这个传闻呢 是表示不回应 但是针对说现在全球车用晶片供给的吃紧呢 现在台积电呢 还是会持续跟客户 还有政府以及产业协会呢 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来理解说这个晶片短缺呢 确实是现在目前全球汽车产业共同面临的问题 当然台积电还是会持续跟这些车用电子的客户 来紧密合作 看怎么样做才可以支援产能需求 解决这个晶片短缺的问题 那现在就是说 晶圆代工和封测 是半导体两大关键的供应链 相关的指标厂如果再度涨价的话 其实关系到的是什么 IC设计厂也会被拖累 不但是面临要强产能这个战争 而且呢 还要解决上游是晶圆代工 下游是封测 这个两面都调升价格的这个夹击之下 其实对于毛利率的影响 那IC设计厂它会成为夹心饼干 全球半导体短缺刚刚提过 就是影响了车用晶片的短缺 这是最严重现在的问题 导致减产 那日本媒体说 其实这要再回过头来看到 去年的这个美国的动作 美国在川普的任内 陆续制裁了华为 还有中芯国际 当时就是导致了订单 集中涌向代工供应链 就是占供应量占全球超过六成的 台湾晶圆双雄 包括台积电还有连电 当时这个动作导致这样子的结果 那现在就是说 即使台积电加快来应对 也有观点认为说 今年下半年才能恢复整个供需平衡 现在在美国 日本 德国 刚刚都提过向台湾球员 希望台积电这些业者来增产 彭博社就针对这一个部分呢 报道了 他下了一个标题说 全球危险的依赖台湾的半导体 那这篇报道其实里头提到说 台湾其实在全球经济扮演的角色 在过去其实没有太多 就是让大家引起注意 直到是最近就是因为汽车产业 它用在包括停车感应 还有到减少这个废气排放 这些这几个部分 其实方方面面都需要晶片 那晶片短缺了 现在就是包括德国福斯 还有美国的福特汽车 以及日本的丰田汽车 都是被迫停产 而且工厂停摆的状况 台湾的重要性 就是这些半导体扮演的这个重要性呢 瞬间变得好像是不容许被忽视 因此现在柏林智库 有一个叫做新责任基金会 他说透过主导美国研发 委外晶片制造的模式呢 台湾可以说是 整个半导体价值产业链当中 最重要的关键 但这个并不是说 台湾是半导体产业供应链的 唯一要角 而美国它还是在 这个半导体产业链当中呢 还是处在一个主导的地位 尤其是在晶片设计 还有电子软体工具这方面 那荷兰的像是艾斯莫尔 它是垄断了整个 制造先进晶片的一个设备 日本则是包括在相关设备 还有化学药剂的这个主要的供应国家 然后呢 当重点转换到体积比较小 然后呢 又更节能又更强大 而且更有力的这个晶片 这个重点上面的时候呢 台积电在这个领域 它还算是独占凹头的一个地位 而且呢 这个报导说台积电就是为台湾打造一个 以台积电为中心的一个产业生态 现在就是包括日月光 它是全球最主要的晶片组装厂 然后联发科也是全球最大的智慧型手机的晶片组 就是供应 供应厂 那现在就是说 以后报道说 这个台积电现在已经考虑在日本要来盖厂房 还有就是当美国对大陆加强这个出口管制的时候 台湾的晶片产业遭受攻击 同时也在增加当中 有一份数位安全网网络的这个威胁分析就指出说 虽然一直没有办法确定是不是有这个骇客 尤其是大陆国家行为的就是跟大陆有关系的这个骇客 他们其实好像都在一直在攻击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也就是报道指出来的 没有详细的去分析说这个怎么样的攻击法 但是令人比较担心的是说 如果大陆一直在侵犯台湾的威胁这个说法成真的话 那台积电的晶圆场是不是可能会跟着遭殃 彭博的报道甚至还提到说 大陆迫使全世界避免跟台湾打交道的同时 其实各国领袖也体认到 他们对于台湾的依赖程度是不断的升高 巴黎甚至有研究人员 他们则认为说 因为台湾在全球的晶片供应链 是具有比较重大的所谓的战略价值 反而成为大陆不会染指台湾的强力理由 我觉得他们这个观点比较特别 他们说假如台湾的军队被大陆袭击击的话 那大陆也没有理由不好好保护台湾的台积电的厂房 保护这些全球现在是最先进的晶圆厂 来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这是比较不同的观点 在彭博社的报道里面有提到 以上就是全球现场为您掌握最新状况